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回的波度或者是说它的幅度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么在今天侵货市场到底这个关键的支撑压力 怎么样进一步来掌握呢 等一下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赶快先来邀请到的是永成国际投顾的 曾分析师 韦国庆 韦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韦老师 最近大家已经看到这个盘 这个线形打出来就说 哇 这个盘好难做 好难做 对不对 大家都摇头不敢进场 因为不知道是看多还是看空 可是今天跟昨天好像异曲同共之妙 主持人问得好 各位 你昨天有没有看大神仙基 有没有看 有这也好 那键盘好不好做 哇 超好做的 对不对 是啊 你说韦老师 什么超好做 明明超难做的 哎呦 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一会儿拉 一会儿杀 一会儿拉 一会儿杀 怎么做 对 好 对 各位 今天这个盘跟昨天一模一样 就是个曲间盘 对不对 那我一直在讲什么叫曲间盘 就是盘时 就是盘中啊 一会儿拉一拉 一会儿杀一杀 一会儿拉一杀 这叫做曲间盘呢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在大神仙基的节目 我却一再跟你讲 我说 一般人都说做曲间盘是高难度的操作 可是我说 各位 我说做曲间盘是最好做的 那各位 你说韦老师 不要讲大话 对不对 曲间盘怎么可能好做 好 那各位 如果说你认为曲间盘难做的话 那我再问你一次 你昨天有没有看大神仙基 有啊 要有最好 来 今天这个盘 低点在哪里 今天最低点多少 对不对 找一下 今天最低点 大概在九点半 叫做8061 8061 好 8061 那今天最高点多少 8149 但是差不多十点半以后 8149 好 各位 这两个数字我问你 你看起来有没有觉得一点眼熟眼熟的感觉 如果你昨天有看大神仙基的话 有没有眼熟 有没有 有 对 各位 我要讲 东西真正的好 不是收了盘来节目上跟你发码骂猴炮 各位 我不要说今天 我说昨天 昨天各位 在节目上我给你看到两则抠讯 昨天的抠讯 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 这两则抠讯 不是今天 还是 我把昨天的抠讯 我再拿出来给你看 昨天 昨天 我现在会员在看什么东西 昨天是昨天2月1号 不是今天2月2号 好 昨天就在看什么东西 昨天对不对 下两只能看哪里 要不要去看8065 8065 今天最低点多少 8061 往下穿四点 是今天的最低点 好 那再来 那今天高点呢 昨天 对不对 维国先生会员 高点看哪里 看8150 8150 今天最低点多少 8149 8149 今天还蛮好不好做 是这样子 对啊各位 节目上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吗 各位 遇到区间盘 一天只要做两趟 怎么做 来到自身线做一趟多 来到家里线做一趟空 各位今天这样子超过100点 100点 超过100点 各位 你服不服气 我问你 全市场上除了违国性的强势预判 能够这样算出来之外 还有什么软件可以算得出来 来各位 从昨天到今天 整整两天的时间 这个大盘完全在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看右边上面 在做什么 标标准准两天的区间震荡 那各位 我说对不对 不要说今天嘛 我把游标移到昨天就好 在昨天的时候 在昨天 我尽量往前移 各位 在昨天的时候 对不对 昨天节目你看了 来 昨天都已经算出来嘛 下档在哪里 叫做8065 对啊 8065嘛 上面呢 不就8150吗 8150吗 所以各位 昨天的盘高档 最高来到多少 就是8150一点不差嘛 昨天第一点 对不对 来到8067嘛 反正 对不对 我一讲 我不是还跟你讲 各位 我教维国性的会员 反正 只要来到强势预判 对不对 这些支撑跟压力线的 10点之内 比如说来到压力线 10点之内 来到支撑线 10点之内 就是你当天 做多做空 最好最漂亮的位置吗 昨天最高点 就是达到8150 昨天盘中杀到 最低一点 就是8067了 今天 你看再来一次 完全一模一样 开盘跳杆往下开 弹下之后 东往下一杀 杀到哪里 8061啊 8061啊 昨天到今天的支撑 通通在8065啊 今天高点 一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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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弹到8049啊 压力在8150 各位 今天有没有再一次 验证给你看 强势预判 真正精准到什么程度 各位 这东西就不是放马后炮 对 全市场上 对 这维国性强势预判 永远 对不对 领先市场这样算出来 高低点哦 不是吗 昨天大声金睛 你看 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的关键点位 有的话我恭喜你 哇 各位 所以今天这个盘 很难做吗 很奇怪吗 超简单的 一个806 一个8150 这样已经两天了 各位 不要说今天 各位 如果说昨天 你已经在看 微波线的强势预判的话 各位 我不是讲过 我也在讲各位 我也在讲 区间盘怎么操作 来到支撑做一趟多 来到压力做一趟空 昨天这样来回做一趟 一百多点 今天这样来回做一趟 又是一百多点 我跟你讲 还有比这个 更简单的东西吗 各位 这东西 其实我长期以来 就跟你讲 各位 遇到区间盘 当别人都觉得难做的时候 各位 问你 微波线的会员 我觉得超 哇 间盘太好了 对不对 超好做 一天出手做两趟就好 不是吗 所以各位 我再讲 真正的好东西 是一再一再经过盘式的考验 对吧 什么叫盘中的低点 什么叫盘中的低点 什么叫盘中的高点 什么叫盘中的低点 什么叫盘中的高点 不都这样子来而已吗 指数跌破支撑 支撑变压力 给你往下杀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各位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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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情况上 我不是一再问很多投资人吗 我说各位 你做期货 甚至你做股票 所有的投资人 每天一开盘 最想知道一件什么事情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的高低点 各位 你每天不都在梦想 要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每天开盘不都在问你自己 今天大盘高低点 会在什么地方吗 那问题 唯物性强势预判天天在算这个高低点 那各位 今天再一次给你 印证给你看 我会准到你会怕 我告诉你 各位准到你会怕 对吧 已经两天的时间 支撑都在806 今天最一点8061往下穿四点 上面在8150 今天最后一点8149 我说各位 当你做期货 每一天 你好好地看得唯物性强势预判的时候 哪里该做多做空 你会不知道吗 嗯 我问你 各位 就怕你的软体 算不出来 对不对 这些关键的数字 所以每一天 你做多也是用猜的 你做空也是用猜的 每天做期货 就跟猜谜大会一样 到处猜 你那样 你怎么赚钱 我问你 我跟你讲 很多的投资人做期货 对不对 为什么 有这么多赚一点点 赔都赔一大堆 各位 就是因为 对不对 你每天你不知道 今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不管你做多单也好 你做空单也好 你做下去 对不对 你的心里永远七上八下 对不对 是啊 因为你 因为比如说你做个多单 你怎么知道 我这个多单做的位置 到底到底够不够低 不是吗 于是对不对 做了以后 哇 后面只要往下杀一杀 糟糕了 糟糕了 我跟你讲 如果每一天你做期货 你多空单都是用猜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抓住每一天 那些对不对 那些每一波每一波给你赚钱的机会 因为我不是一再讲 我说各位 你做期货 什么叫做高手做期货 什么叫做高手做期货 我说各位对不对 就是每一天 你做多的位置 是在当天磐石的低档区 你做空是在磐石的高档区 你这样来回这样做 你做得既轻松又愉快 你的停车点都不用设很大 但是重点是 问题是 那每一天的高档跟低档区在什么地方 我就一再讲 说各位 那你就要看我一个 违国性的强势预判不是吗 各位你看 真的不要说别的 就这么两天 很多人都说 哎呀封关钱 这个磐石对不对 磐来磐去不好做 我说 我真的差点讲出那几个南天的字眼 我说各位 封关钱什么都不好做 各位就是因为市场上对不对 很多人没有违国性的强势预判 你根本不知道这几天的高地点在什么地方 对呀 你看他杀 就去空 一空空到下面去 你还有多少空间 对不对 然后盘是开始往上拉 刚开始还不敢做 等到拉拉拉 冲上去以后 手仰开始一追一追追到那个上面去 你那个多单有多少获利的空间 是不是 但是我就一再讲 各位你看 你说这两天的盘 我也在讲这个贵 不要说什么尖缺点点什么8061 我也在讲这个贵 我以前都跟会员讲 反正你在支撑的十点之内 譬如说支撑在8065 对不对 你今天也好 你昨天也好 你只要在这十点 你就往上加十点 也就是说 你在80 像以今天来讲 对不对 你指数来到8075以内 就是8065再加十点 叫做8075 你只要在8075之下 尤其你的口数多的话 对不对 也许你隔个一点两点 隔个一两点去布几口 隔个一两点去布几口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从8075一路 多单给他布到8065就好了 这样你各位 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守株待兔 我说各位 真正高手的操作 不是跟着磐石 不是看盘长去追多单 磐石看盘去杀工丹 不是那样在搞 各位 早都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既然压力在8150 我就拿那你往下减十点 也就是说每一天 对不对 以这里来讲的话 凡是指数只要 来到8140以上 你就知道进入高档区了 你就从8140到8150 对不对 我说你口数多的话 也许比如说 你每一档 你布个一两口 或是两三 对不对 比如你有十口的话 你刚才就从8140到8150 你每一点布一口 你看到能够成交到几口 这样不是就很好了吗 那各位 今天就要点8149 你今天这样一趟多一趟空 对不对 各位 怎么算都是一百多点 难在哪里 你需要去追这个盘 哎呦 我看他拉了 手想去追一追 哎呦 看他杀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 你那样做期货 你永远不会做得好 你永远不会做得好 我告诉你 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真正期货高手 真正的期货高手 不是在盘中 随着那个盘式 去追高杀低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各位 儿时各位 你心里早就有数 今天这个盘 哪个位置 是我今天做多 是今天盘中的低档区 是我做多的位置 今天的盘 什么地方是高档区 是我放空的位置 或是我多担跑掉 去跑的位置 我能跑到很高的位置 我跟我讲 其实说这两天 有一种人很可惜 你有去做多 但是呢 这个五点十点赶快跑 哎呦 因为怕这盘 看起来觉得豪宅 对不对 等你多担跑掉 结果后面又给你 再冲个四十点五十点 啊 觉得好可惜 不是吗 如果说 我说对 如果每一天 你大概知道说 今天这个盘的低档区 在什么地方的话 各位 你再靠你低档区 做个多担 我说各位 你说台子旗的坡洞 虽然说准备要封关 对不对 可是各位 这两天的坡洞 你上下算一算 有少吗 至少都七八十点 不少哎 不是那一天 只有盘个什么 三十点四十点 那么窄而已 不是吗 但是各位 我再跟你讲 但是重点是重点是 这两天以来 当全市场上 一片两档 这盘难做的时候 结果各位 哈喊不当当 两天的时间 低点达到哪里 高点在什么地方 这么简单 我现在强势预判 这么样的精准 这么样的精准的时候 你不看 你不用 在那边挨说 什么盘难做 你何必呢 什么叫难做 什么叫难做 你没有最好的 你没有最好的指标 没有最好的工具 你就觉得难做 对呀 不是吗 好 而且各位 除了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还标准的 除了今天的盘 跟昨天一模一样 高点在那地方 所以今天又走一个区间之外 另外各位 你看今天大货力道吧 来 一样看游泳下面 看到没有 你看今天这什么 你看今天这什么状况 今天大货一样 多空都有做 我请问你 他今天做空的力道强不强 不强 他做的力道强不强 对 通通都是来到有没有 区间线的上下缘 就这样给你过一天 各位让我请问你 你光看今天 维护线大货多空都有 你也知道说 他今天这盘就是个区间盘 不是吗 好 来 请我拉一眼 从支撑线压力线 一看也知道是个区间 从大货的多多 做空一看也知道是个区间 我就想 我一再讲一次 各位 什么叫做区间盘 来到支撑 来到支撑 做一趟多单 来到压力 来到压力 对不对 你要多单跑也好 你要去顺手放个空也好 各位 今天 对不对 就是一样 做一趟多 放一趟空 对不对 来到支撑 因为昨天是先来到压力 你先放他一空 到后面来做个多 我跟你讲 两天随便都是一百多点 各位 一天出手做两趟 我可不是跟你讲盘中 那冲来冲去什么 冲个八次十次 可不是那个样子 一天出手 期货做两趟 够轻松了吧 一天交易五个钟头 你要等两个半钟头 平均来讲 你会觉得那样子 很急吗 你会觉得那样子 跟不上吗 你会觉得这样子 手忙脚乱吗 不会耶 今天才出手 两趟 有些人还觉得说 做两趟 觉得好像 好像还觉得 很闷的感觉 不是吗 但是各位 我再讲一次 重点是重点是 微国庆 对不对 已经发展出来 全市场独一无二的 强势预判 每一天在算盘中 高低点的时候 微国庆的会员 是这么轻松 来再看这个 再看 这是昨天的扣讯 昨天的2月1号 对不对 我再跟你讲 不要说今天 光是昨天 微国庆的会员 对不对 昨天的东西 一看知道 哪里该做多 8065附近 哪里该做空 8150附近 各位 这是昨天的扣讯 今天完全一模一样 再来一趟 再来一次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有没有难 对呀各位 你没有这么好的指标 你当然觉得难 不是说算 就这个样子而已吗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这场对不对 又是一模一样 来看吧 今天大会在做什么东西 哎呀 多空都有做 但是刚刚讲过了 今天多空力道怎样 都在那个白色区间线里面 最近又是个标准的 来回正到那个区间盘 那我就要讲各位 什么叫做区间盘 什么叫区间盘 区间盘该如何操作 就是对不对 在关键的 强规犯的支撑 跟人家之间 就是来回这样做操作 就是区间盘的特性而已 好了 昨天如此 今天又是完全一模一样 最贵啊 如果你昨天有打电话 来问今天关键点位的话 我真的恭喜你 好了 那各位 而且我问各位讲 其实维国心的会员当中 有很多的会员 因为跟着维国心做了很久 我早就已经把他们训练的很好 我跟你讲 维国心很多的会员 根本已经不看箭头操作了 已经很熟悉的 就是这样 直接在支撑线 或是压力线附近 就这样来回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跟各位讲 这些人 维国心这些会员 说真的 为什么叫做 已经叫做 真的叫做75号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问各位 你打不打网球 或者你打不打乒乓球 各位 打网球跟打乒乓球 什么叫做高手 你知道吗 你球一抽到对方那边去 都是打到 就是打到那个线的地方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各位 你球一抽过去 乒乓球往球 打到对手 那个角角那个地方 那最高竿的 那最高竿的技术不是吗 那强势局方也是一样 每一天对不对 盘式算得清清楚楚 你就在那个边线 有没有 来回这样做 你不就做最漂亮吗 那除此之外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 我问你 你懂这意思了吗 好了 那除了对不对 今天快快乐乐的 又在806附近做个多 那个8150附近做个空之外 好各位 你说老师 可是 那个线 怎么看 对不对 除了说 你觉得 可是我是个新手 我在那个线 看来看去 还是有点那个 对不对 那你看箭头吧 各位 其实维国心的箭头 是给维国心的新会员 给新手看的 好了 如果说你看那个线 还不那个的话 那你跟着箭头做也可以 各位 对不对 开盘以后哪里翻多 一开盘8088直接翻多 8088 盘其实已经先 前面已经先冲过一次 来到8020那个附近 其实这一趟已经冲了快 30多点上去了 好 但是拍摄 往上给你击杀一次 那击杀有什么关系 这一击杀对不对 就是来到 这一杀最练就是8061 一杀就是来到8065 那个支撑的位置 好了 虽然说对不对 感觉这好像盘在往下杀 可是我说对不对 既然知道支撑在8065 那只要这个地方 只说没有杀破 这个支撑线的话 那你包多单有没有问题 简单嘛 甚至对不对 甚至来到8065 这个附近的话 你再加码做多都可以 对啊 那各位 那可以买到更低一点不是吗 好 后来是冲上去以后 看到没有 压力在8150 所以今天呢 在8144这个地方 简单开始翻空 哎 上下跪甚至后面 到8144还可以再 再又出现一个做空的箭头 好了 后面收盘收到 快在8100那个地方 那各位 今天一样对不对 一趟多上去 已经快六十几点 上下跪下来 又四十多点 又是一百点 有没有够简单 太简单 会实在是太简单 问题是 问题是别人 别人做得到这一点 你的软体 算得出来 不要说今天 两天了 对不对 8150 8065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吗 如果你那些 你的胆光化软体 算不出来的话 我问你 你每天你看那些 胆光化软体 有什么用 只是把你自己 搞得更迷糊而已 不是吗 好了 各位 每一天都是一样 不要管说 明天封不封关 封了关以后 过完年回来 各位 那未来 针对未来这一整年 那更是长长久久 对不对 那每一天 你要不要好好的做 那你好好的做的话 那各位 那我再跟你讲一次 对不对 请你每一天 好好的记住 微国性 期货 对不对 最高阶段的 三个月的SOP 强势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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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在帮微国性会员 在算高低点的时候 问题是对不对 你有没有微国性 这种强势预判 每一天 预知盘中 那个高低挡区 在什么地方 各位 做起后 最重要 就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每天大货在做多 还是在做空 方向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做而已 好了 各位 希望你今天 跟昨天 这两天 都能够做得很好 各位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 我再跟你讲一次 请你好好的想一想 微国性强势预判 每一天 在算出那高低点的时候 那你在做什么 好 那今天在正常中 那明天盘怎么看 那我就会下回再说 好 等一下还有这个 明天非常关键的 一个支撑跟压力 我们等一下更多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估计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我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亚邦 发发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赐方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同步播出 Let me teach you How to be single The number one rule Don't get attached Or breakfast No Don't call me Well done 那年初一 单身啪啪啪 开门惊喜 瓜瓜乐 投降2600万 还有300个100万 红韵当头 百万乐翻天 投年行代孕 要买瓜瓜乐 好吃的火锅 就要伴有真菇 哇 浓浓的真菇香 给您好锅底 吃火锅 拌拌够料理 伴有真菇 打造你的城市竞争力 闻门再起来 塑身科技再新化 隐形体雕新概念 360度隐形贴合 无痕体雕 找回你最美的体现记忆 请向往搜寻 Molly Z 玛丽菲斯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欢迎欢迎来到大宣先级 在明天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怎么来看待更多的行情分析呢 好 那各位 那各位 其实明天的盘 跟今天也其实蛮类似的 反正居然对不对 区间也没变 但是呢 今天盘中到后面 有出现一个小的支撑 所以各位 明天的支撑点 是稍微往上面拉了一点 但重点是 所以就明天往下看 有两个支撑在这地方 所以这是位置 上去压力在这里 所以各位 一样 你最好今天 我刚好先预知一下 明天这几个关键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不管这个盘 明天盘不盘 我一讲各位 每一天每一天 对不对 做期货 重点就是 你要先知道 大概今天这个盘的 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这样你其他做起来 你会觉得做得很轻松 过去以来 你为什么都觉得 好像做得一头包 就是因为 因为你不知道 盘每一天的高档区 低档区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那个 做多做空的点位 你做得不理想的时候的话 你竟然就是巴来巴去 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我希望你听得懂 好 那另外而且各位 今天的盘 跟昨天说 为什么会形成来福小政大 各位 其实很简单 我之前就跟你讲 我说各位 因为目前我们 从整个结构来看的话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盘 在这个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大涨两天之后 对不对 尤其上个礼拜六那一天 已经过了 从11月以来 整个的下沙的 那个下降趋势线 我写个A 整个他已经把它 突破上去了 所以各位 等于这几天对不对 往下压 是在压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回测一下 这个A线这个位置 那各位 这个未来 只要这个地方不跌破的话 我跟你讲 代表还多多强势 你不要去 你自己下自己 另外最差最差 这一波的上涨 这一波本身的上升线 我写个B 这个花条这个虚线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 最差对不对 如果说 就算A线守不住的话 只要这一条 上升趋势线没破的话 基本上都还OK 好了 时间关系 我希望你听得懂 好了 那各位 其实说这两天 这两天的盘 虽然说盘来盘去 可是很多个股 实在上强的 就一直在转破单新高 对不对 那各位 一光今天 是不是继续转破单新高 是啊 虽然说每一天每一天 一点一点来 可是各位 那就够了 对不对 涨不停最厉害 看到没有 这一光跟你讲了 讲了对不对 那各位你看 从12月21号 这一波 出现新的破单买讯 各位你看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种股票可不是什么 那种什么什么 什么小投机股 为什么到今天 能够继续转破单新高 看到没有 我想各位 因为大户 大户 各位跟期货 到底一模一样 当建筑出现买讯 而且大货有没有 在一路在买多的时候 各位 那这股票 对不对 就是个强势股 甚至各位 你不要说 异光 新向 这一波 这个游戏股可强了 对不对 今天又闯个破单新高 而且今天还拉个涨停满 那各位你看 回去一看各位 这一波 自从12月1号 79块 重新出现破单买讯 为什么能够 涨这么厉害 看到没有 大户狂买 你看得懂了吗 建筑翻多 大户做多 用力在买 各位 一路跟你往上拉 各位 光这一波 拉了124% 好 那各位 还是一话 对不对 明天大户的观点 会在什么地方 你想要预知的话 今天跟我一通电话进来 好 今天大户生期 感谢你收看 更多的分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了 拜拜